曲名字幕志行 字幕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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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字幕志行 字幕志行 大家好,又是我阿olate 今天我想讲走纜步 一个很基本,大家都懂 但其实我觉得做得不好 第一项我们知道的 所有教练,就算我以前教过 第一件事就是一、二、半步 永遠說的就是兩步半 一、二、半步 我不明白半步是怎樣的 其實他解釋的是跳 為什麼跳是半步呢?我不明白 小時候免得問,免得被人罵 好了,到現在 其實走纜有幾件事大家沒有注重 第一就是 走纜很多人的腳是放在中間 這樣走纜,一、二 這是一個很錯的 第一件事,打籃球,基本上,我們一定是抹褲腳的 沒有什麼,不會伸起腳 音樂時間很少,無論拍球,射球 就算防守都是屈住腳的 你不會伸起植腳 如果走纜的時候會伸起腳,第一件事是什麼 你跳不了 沒力跳,第二件事也是失平 因為走纜有些人走走後會沒有力跳 跑快速的時候,為什麼沒力跳 如果濕平衡會衝出去,主要是因為身體力 走纜,記住一件事,我們是三步 一二上,這個是我教小學生的 一二上,走纜步 因為大家沒有跳那一步,明白,我們是一二上 這個才是走纜 第二件事,走纜步不是向前走 記住,看清楚,右腳向右,左腳向左,你會保持平衡 向著籃,右向右,左向左,走纜 你會見到,如果你做得這個步漂亮的話,不是跳,走纜步不是跳 並不是跳,是把步拉開,什麼叫拉開,拉開它 第一件事,你會有力去平衡 而且當我們比賽的時候,基本上經常會有很多人 我們要有些聯絡 身體動作,我們更加要拉闊個人 去平衡自己,撞開別人 所以記住走纜,你今天開始試一下走纜步就是 右向右,左向左,分開的 動作就是拉闊 如果拉闊拉得漂亮的話,你看住動作 拉闊的動作拉得漂亮,你會聽到一聲的 就是這樣 那這一聲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因為你拉得太闊 左腳拖地 但是記住,不是向前 向右,拉闊 當然不要刻意拖,拖懶了對鞋 不關我的事 如果你做好右,左的話 你會很自然,之後就會做到U step 平平平好,為什麼大家做不到U step呢 就是因為中間 還有,有很多小學生 因為走纜動作也沒有那麼仔細 不會分拐左右 你會見到他們是這樣 拍球的時候,伸腳向前中 向前中拍球 走纜的時候,他並不是跳 他反過來,我們現在是坐下 一、二、跳 這個是走纜 但是,你見到小學生的中前是 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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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前 他們是這樣走纜的 中間前 鎚停 走纜 第一,經常會吵 第二,膝蓋會很痛 因為其實你不是在跑 你是在蹲 人中在前 你是在蹲 蹲 所有力,吃到中間 我當年都是這樣斷 所以,今天開始試試一件事 如果你走纜,分開兩隻腳 右 左 右向右 左向左 右 左 走纜 明白 第一,保護自己 第二,不要被自己傷 因為我看很多 我自己學生裡面 都有很多小學生已經受傷了 所以,記住 不要再被自己鎚停走纜 OK 右 左 希望幫到你 完